做烙饼,用开水还是用冷水和面? 今天这个视频跟大家解密一下家常烙饼的制作密码 同时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家常烙饼的注意事项 大家好,我是莫小五 这就是咱们今天用到的材料 葱,面粉,水,还有猪油 这也是家常烙饼最常见的一些食材 最主要的就是猪油 面粉用的是最家常的中筋面粉 在和面之前,加上两到三克盐 增加它的拉伸性,咱们拉的时候不容易断 这里还要简单说一下 不管是用开水还是用冷水和面 做出来的烙饼,它一样都可以很软 只是咱们的操作方法稍微改变一下就能实现 还有一点大家要知道 咱们做饼的面团,水量可以稍微多一点 每100克加到60克水 这样和好的面团,咱们拉伸的时候 它的拉伸性弹性更足 和好的面团,咱们揉光之后 给它饧面15-20分钟 饧面最大的益处就是咱们擀面饼的时候 它不容易出现回缩 咱们很多朋友都会遇到 咱们擀面饼的时候,怎么擀都擀不圆 也擀不开 擀完之后一会儿就缩回去了 这就是饧面的时间不足 把面擀成长方形的薄片之后 咱们刷上猪油 刷猪油的时候一定要给它刷匀 然后撒上葱花 还有一些味道 只要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可以放进去 然后用刀直接切成宽一点的条 切好用保鲜膜盖住再饧面5分钟 饧好以后用手压住 给它轻轻的拉扯一下 让它变得更薄 然后从一头慢慢的卷起来 卷的同时一定要边拉边卷 这样它的层次更薄 做出来口感也更脆 卷好以后 咱们直接给它立起来 按扁就可以了 按的时候力度可以稍微大一点 把边缘给它压实就可以 压好的面饼 直接用擀面杖擀开 擀的时候呢 力度要均匀 尽量给它擀得厚薄一致一点 这样咱们做出来的效果层次 还有酥脆度都能保持一致 擀好之后 电饼车里刷上油 预热5分钟之后 咱们再把生的饼皮放进去 饼皮放进去以后 焖3到5分钟再打开 打开以后把饼翻个面 快速地给它盖上 继续焖2-3分钟 这里大家要特别注意 开盖的时间不要过长 尤其是第一次和第二次 如果开盖的时间过长 水分流逝过多 咱们做出来的烙饼 一定会很硬 稍微晾一下就各压 出锅之前 咱们煎的时间也不要过长 只要它两面上色均匀一致 咱们就可以盛出来 咱们这样烙出来的烙饼 咱们吃的时候呢比较脆 而且它能保持软度 咱们稍微风干一下 也不会变得很硬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 家常烙饼的一些小技巧 还有注意事项 第一点 和面之前稍微来一点盐 放进去 咱们这样和出来的面团 它的筋性比较好 拉伸性也很足 第二点 和面的时候稍微多加一点水 刚才咱们说过 每100克加60克水 这样的软度 咱们做出来的烙饼 它就不容易干 水少也是烙饼干的原因之一 第三 饧面的时间一定要足 这样咱们做出来的面团 好感 而且在拉伸的时候也不容易出现断裂的问题 第四点 刷油的时候用猪油做出来的酥成效果更好 咱们吃起来也更酥脆 刷面粉油酥效果就会差一点 第五 在卷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一边拉一边卷 这样咱们做出来饼之后 它的层次比较薄 吃起来也更香更脆 第六点 刷上油之后一定要预热五分钟 它的效果就跟烤箱一样 咱们预热过后烤出来更均匀 第七点 就是在煎的时候 开盖的时间不要过长 开的时间越长 水分流逝越快 自然会变硬 喜欢吃烙饼的朋友 不妨尝试一下 喜欢的朋友也别忘了点赞 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